哇,这里我们在豪华,这里有很多好料啊 哇,已经跟我家人来这边吃了,哇,这炒面特别好吃的 炒面加这个煎蛋啊,炒面加煎蛋加点samba,哇,很好吃 豪华,哇,它早逝,金鸡面,金鸡米粉,咖喱面 这场是高盆满座,每次坐满满人的 老板,早上好,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还有这边咖啡啊,还是很好吃 很好喝,哈哈 老板,泡咖啡啊,很好啊 还有这边烤面包,很好喝,嗯 常常这里没有位置坐啊,今天星期四啊,好一点 早早早早 哎呀,来 大家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又来吃一轮,哈哈 又吃一轮,哈哈 等下一个人,开始了嘛 开始了,哈哈哈哈 好,大家,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站 就是新居然,豪华茶餐室 像我们也是再次,来到这边,走了大概 两条街,然后我们到附近的居民,我们今天的主要目的就是 是为来界的全国大选,即将来的全国大选,发趴走 亲近居民,选民,会见选民 而今天,现在我们来到这边,这个豪华茶餐室也是居然能避到的老字号之一 好,然后我们来到这边哦,今天也是很多哦,然后对我们一些鼓励感到非常的振奋 这是我们第一次出来招式,也是跟大家见见面 也和两位YB,一起来做一个街坊 现在呢,我也是有几个问题 也是可能我身边的朋友 会好奇,既然已经楼佛州州选,为什么还会有国选 这个那么楼佛州的选民,要怎么来投选 来我们看一下YB中兴的一些看法 好,首先要称赞一下这个咖啡很老喝 老板咖啡很老喝啊 老字号喝 很多,下午这里坐满满 可以啊 我100%抽 100%抽 这个很好的咖啡 够搞啊够搞 很好,很好很好 吃早餐啊 吃早餐啊 吃早餐 这很多老客户啊,早餐就来这边了 好,来这边吃早餐 提到那个佛佛州州选 大家知道州选已经过了,今年3月 要迎来全国大选 那么有什么差别呢? 对于佛佛州 因为啊,我们已经有个佛佛州的政府 佛佛州的政府呢 你超过70%左右的席位啊 已经是大胜了,在佛佛州 大胜过后我们看到这个佛佛州政府是很霸道的哦 霸道就是不跟我们在野党商人完全不听啊 完全不听,有什么事情跟他建议啊 就很容易就是,好像是打水票啊 石头丢在水里面啊 bop一声没有了 我们要求要在比如建的花园出来要画黄割 就不管,don't care 我们要求在Idam路装路灯 不管,钱用完了,don't care 我们还要网上连锁哦 大家可能还记得 我们要从Rengam路这条路去绿沿 don't care 很多东西就是don't care啊 这个就是这个政府的一个特色 所以为什么我们谈到这个州选 跟全国大选的分别就是 州选他已经大胜了 如果全国他还胜的话啊 哇,这个八道的那个气焰啊 会更加的深更加的大 所以这一点就是,选民中应该是心里有数 如果一个政府啊 他胜了一个州选啊 就这么霸道啊 可以想像如何执政全国啊 会更大的霸道 所以选民们要有制衡啊 制衡,没有制衡是不可以的 制衡的话最大的利益就是人民 人民才是老板 好,谢谢 谢谢YB的看法 对我们一个人民来说 可能我以前也是一个政治白痴 现在只是聪明了一点点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精明的选民 我觉得呢 我们手上的每一票都要非常的精血 看好好 看准准 我们来做出一个明确的选择 欢迎一个干净 清明的一个马来西亚 好,那么我也想问一下 唯一个人的想法 问一下苏琪 现在 我们全国大选即将来临 在我们看到的 反跳槽法令 幸亏在我们要宣布全国大选的来临之际 已经成立 那么 对人民的利益 有没有有更好的想法跟做法 谢谢Cherry 我想大家可能像过去2018年 第一次政党轮替的时候 大家不知道会怎么样 但是2018年政党轮替之后 大家发现说 诶,那换政府也不会怎么样 然后我们就在这五年内换了三个手下 换了三次政府 虽然后面两次其实只是换它的组合形式 但是呢大家会发现说 诶,民主其实就是这样 当然它当中会有混乱 但是呢我们相信 经过一个混沌混乱的时期呢 它最终会慢慢的稳定 所以例如说像我们现在 这个混乱时期 我们通过了反跳槽法 接下来我们还要推很多 改革性的法案 其实原本都原定在 这一个会期通过的 但是因为 国政他要为了救札希 他现在解散重选 所以导致这些改革性的法案 都没有办法提成到国会 如果这些改革性法案 都提成国会通过的话 其实马来西亚的民主 会慢慢的趋向稳定 甚至慢慢的趋向 我们想要的一个模式 跟一个相对 我们讲说 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的状况 但是很可惜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国政他其实想要 回到2018年以前的状况 2018年以前是什么状况呢 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忘记了 因为我们都不太可能 记得以前的事情嘛 有时候太多了 2018年以前 简单来说 就是霸道一手遮天 一党独大 那么他们讲了算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说 其实2018年的状况 之后 其实就是大家的声音 都可以得到重视 那会有短时间的混乱 因为我们需要重新学习 如何用不同于国政的方式做事 所以大家需要一个适应期 而这个适应期过了之后呢 慢慢的我们的民主制度 都会稳定下来 我们环顾全世界各国 包括我们的西敏寺制度 就是我们的国会的西敏寺制度的来源国 英国 英国是要砍了国王的头 革命 好几次光荣革命等等 才有了他们今天的一个稳定的民主制度 也经过了好几百年 那就算不是英国 还有其他的国家 他们的民主制度 其实也不是一天造就而成了 至少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2018年 如果算第一个起点 第一次政党轮替 我们其实现在才开始经历 头五年 才刚刚经历五年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放弃 因为后面的果实正在等待我们 我们必须经历这个混沌混乱期 撑下去 我们的民主果实才会开花 所以呢 第一个是反跳槽法 他通过了 所以从此呢 大家的选票得到保障 得到保障 你不用再担心 会再次发生 2020年2月 就是你投了选票 然后呢 你的那个 你投选的政府会突然倒台的状况 因为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 直接这样跳槽 然后带着你的议席 跳去另外一个政党 然后组织另外一个政府 不能了 所以大家的选票 大家投票的那一刻 你的民主mandate 是得到保障的 这是第一个改革 第一小步 但是接着下来呢 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改革要推动 而这些改革 绝对不会在一个 巫统一党独大的情况下 达成的 所以我们需要大家 在来届的国会 审慎投票 我们要回到2018年以前的国会呢 还是 我们希望一个2018年以后 新的马来西亚秩序 我们要坚持下去 大家不坚持 我们就回到2018年以前 那我们必须要往前看 往前走 所以需要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撑下去 撑民主 大家继续努力 好 谢谢 YB苏琪 好 那么 如果对我来说 从小到大 我爸爸就告诉我 学好 三年 学坏只需要三天 那么 马来西亚 从我从小到大 到现在我知道的是 之前的政府 就有60年的历史 那么用60年的历史 我们成三年要学好的话 我们要用多少的时间来改革 而这一个呢 不是由你 还是我 能够一手 就能够马上改变的 而是要大家齐心合力 我们已经有了四年 四年来改变 那么 接下来还有多少个四年 不是我们而已 我们的下一代 我们都要好好的去 教育 给他们知道 民主是有我们投票的权利 好 然后我还想再问中兴一个问题 罗佛舟 你认为有什么特别的 好 大家看到刚才 Jerry有提到 下一代 我们也看到现在马币 跌到4.7 20 一直破记录啦 我都不忘记多少年了 以前想破20年 破24年 现在破26年 一直破 这个 按照那个 国际货币执行组织 还是世界银行的建议 还有马来西亚马币的根源 在于这个国家的竞争力 国家竞争力 什么意思呢 就在于我们的教育 下一代 在教育 在于我们的政策 所以呢 问题就是 这个执政党的政策 和国家的方向 国家的进步 这才是我们要去看待的 因为罗佛舟有什么特别呢 罗佛舟啊 它有26个国会议席 有三分二以上的议席啊 是混合区 我们的州选区 我们的州选区也是一样 我们的州 州的一些有56个 大概是三分二以上啊 都是混合区来的 这点呢 跟雪兰儿很像 跟雪兰儿很像 所以呢 游货州很有可能呢 也是可以成为 像雪兰儿第二 成为雪兰儿第二 我现在良好的治理啊 将会更加的进步 比目前的治理来的进步 我们游货州人 会有更好的一个生活 不需要大家都跑去新加坡做马劳 现在我们的政府啊 就像我刚才所强调的 I don't care 我不管 对于马劳有关系吗 没有 我们在疫情期间啊 我们讲马劳流落街头啊 在新山 我在州一会要求说 政府要解决他们住宿的问题啊 新加坡政府都可以开放 Jurong的Stadium 但是没有啊 州州政府都不管 所以我们要求说 给马劳要有那个什么 保险啊 希望这个 趁着大学们 就会马劳争取多些福利 所以Jurong的州 绝对有可能 因为它的混合区的多 26个国会议席 我相信呢 我们有机会成为雪兰儿州第二 这是Jurong的特色 好 谢谢我们的YB中信 我们的民居摩区 州一言 那么 在我们的观播之前 我们的YB们 都要开始享用他们的早点 那么我也在一起呼吁大家 我们每个人民 我们在 就是用这一手上的这一票 代表了我们的心声 发表我们民主的权力 那么呢 大家在出来投票当儿 因为都已经回到自己的家乡 站出来 成为我们的监票员 因为监票员 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确保所有人民 他们的票 他们选择 进入正确的箱子 而这些 我们艺人只要出一点点的力量 可能艺人只要拿出四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 还马来西亚一个干净 而是人民真正 所要选择的选择 好 那么我就把 今天的这一个短短的直播 和大家 记得再一次提醒大家 我们艺人一份力量 出来投票 出来做监票业 好 大家加油 加油 我们一定要胜利 好 谢谢大家